Hello,大家好,我是Niki 今天呢,要给大家来做一个11月的爱用品分享 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化妆品的部分 然后今天呢,就来分享保养品的部分 就是我最近常用的一些化妆品 其实东西还挺多的,我看了看 零零散散的,就是要说也会说很久这样 所以说我就不耽误时间 现在就开始了 啊对了,今天我没有化妆 就是比较素 所以希望大家见谅 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 然后我从学校回来 我就很想说赶紧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你们多多见谅啦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先从在化妆的时候使的 其实这不算是保养品嘛 我比较常要在化妆里面 而且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这个 The Body Shop的维他命E 的这个喷雾 这个喷雾的味道 其实就挺维他命的味道 然后他很多人就当他当保湿水使用嘛 但是我是用他做定妆来使用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是我的国外的一个同学 他很爱很爱化妆 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来做一个 就是化完妆作为定妆 我说你这个产品真的可以定妆 他说真的可以 后来我就去Body Shop的柜台问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可以 就是化完妆以后进行使用的 它这个的存在感特别的强 就是你不会喷完以后觉得像没喷一样 不会像那个菜瓜水啊 或者那种水那样 它没有存在感 它是其实挺大的一个存在感 你会感觉皮肤保湿度会提高 然后会稍微就是你能感觉它的那个粘度 因为你喷雾如果没有那个粘度的话 你完全就觉得它是水 这个就会稍微厚一点 而且它真的就是说 有它以后你的妆面会更加的持久 而且会更加的融合在你的脸上 就是不会显不会有妆感 不会显妆感 所以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它当定妆来使 虽然它上面并没有写它是定妆 而且它用它喷完以后 你的整个脸会发亮 就是因为它里边维他命E的作用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推荐 这个其实我用了很久了 但是因为它是喷雾嘛 其实不太容易空皮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多化妆 所以说就用的比较慢 因为我一般都是化妆手才用它 超级好用 但你也可以当它用就是平常的喷雾来使这样 但我是用它来当定妆 之后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的卸妆产品吧 就是这两款 一个是这个柚子的这个 其实很多人都介绍过 就是也是买货的时候买的 就是平价好用 然后还有就是我一直都在推荐的这个 Lanco的眼唇卸妆液 就是这个水油分离的这一款 你看我就用了这么多了 而且看后面 这是我特价的时候买的 然后呢 这两个我一般都会用它来卸 卸眼睛 还有卸这个 叫什么眉毛 因为它的卸妆力特别的强 而且一点都不刺激 就是那种 你就给它 就是我 我一般都蒸 稍微小蒸一点眼 然后来擦那眼睫毛 都不会刺激 所以我特别的喜欢 然后这个柚子的这款呢 是它的味道特别的清香 然后我是用它来卸全脸的妆嘛 就是 但是我不会用它来卸 我比如说 我今天化妆化特别浓 我画了好几层 我不会用它卸 就是平常日常的妆 用它卸都OK 因为它的质地是那种 有点就很清爽 完全没有油腻的感觉 而且香味又很真 就你用完了以后 整个人都是清爽的感觉 但它有卸不干净的可能 因为它毕竟里边 就是你没有那种油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没有乳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几率是卸不干净 所以我建议是 日常妆的时候用它 做一个清洁这样 但是非常好使 真的超级推荐 我这可能已经快空瓶 我买的是大瓶 那个500毫升吧 大瓶 对500毫升的 这是我的卸妆产品了 之后呢 我就来介绍一下 我的保湿的工作 就我洗完脸以后 我会用这个保湿 日本酒 橘正宗 日本 橘正宗 日本酒化妆水 看得见吗 这个经常拿来 跟那个 日本的那个一人水 做比较 然后当时我也是 两款都买了 我当时看那个 阿娇他的视频的时候 他就说他觉得 日本酒化妆水 比那个一人水要好用 所以我就全部买过来使 我自己的使用感 也是说 他要比那个好用 就差不多同等价位 但他要好用很多 他的那个酒味 不是很重 然后甜甜的味道 就用起来使用感 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他要比 那个一人水 有存在感 我当时 用一人水的时候 我总觉得 他像水嘛 如果看我空瓶剂的人 也会看到 我说 我不会再回购 但是这个我会 因为他真的是 评价好用 而且你知道 在涂在脸上 真的很有存在感 而且酒精味 也不是很浓 就是他是那种 就是让你有存在感 同时又很清爽的 那种感觉 所以特别特别的好用 之后咧 就是 用完 对 用完菊正宗的这个呢 一定要拍打很多的水 让你的脸很湿的情况下 再用这个哈巴的油 你看我买 我十月份买了 我现在就 就用了这么多 就我几乎每天都在用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然后他还有带维C 他 我买的是这款 包含维C的 那一款 角砂 角砂锡 对 他角砂锡 然后角砂锡就是说 他 俗话说就是 他跟你这个皮肤本身分泌的油脂 的那个 构造特别的接近 所以说 你的皮肤本身 你分泌油脂 就是用来保护你的皮肤嘛 所以用它 它最大的效果就是能让你的皮肤稳定 如果你的皮肤在这段时间非常不稳定 用它非常合适 而且它不会有那种忽脸的感觉 就是那种普通的 像你皮肤的分 分泌的油脂 放在脸上的感觉一样 但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油性皮肤 因为它真的就是太像出油的那种感觉了 因为如果你油性皮肤本身自己就出油很多的话 我觉得就不需要买它浪费这个钱吧 因为两个人本身构造就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真的非常好使 我买这个美白的这个这一款 真的是没有买错 因为它真的就是 我用完它了以后 皮肤变亮了 它不能说有美白的效果 但是你确实皮肤变亮 非常好用 我一定会回购的产品 是眼霜 我其实以前啊 我一直不想买这种 就比较有那个 就比较是给 给稍微25岁以后的人使用了这种 比较营养比较高的这种眼霜 但是我最近发现我长了那个眼纹 就是眼睛上底下是一纹一纹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买了这个 Soap and Glory 这一款的 这一款的眼霜 其实它这一款眼霜设计的还挺好的 它这块还有滚珠啊什么的 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 亲民嘛 我就想说这么亲民的价格 一定是适合我们年轻人使用 但发现最后不是耶 就是它真的就 我用它要起脂肪力 所以导致我有点不太 用它之后我就不太敢用那种 比较便宜的眼霜 所以我就说我就偷用我妈的 来试一下 这因为这是我妈的嘛 然后用完了以后 就它非常的有那种粘度 可以给大家挖出来试一下 就拿这么一点点啊 来给大家试一下 就你看啊 它涂在皮肤上 它非常的有粘度 然后推开了以后呢 它真的就非常的保湿 然后没有连续使 因为我怕那个 就是起脂肪力 所以我是隔一天使一次这样 真的是非常舒服 就你完全没有起脂肪力的那种感觉 你也不觉得它会起脂肪力 就它的那个厚度是刚刚好 非常的润 我觉得就是接近25岁 就20岁以后的妹子 可以去使一下试试 就比如说去跪它 拿个小样啊 或怎么样的 试一下 看自己会不会起脂肪力 如果不起的话 用它真的非常好 因为它很水润 就你明显能感觉 你的皮肤 是处于保水的一个状态 就是特别的安心这样 我就介绍一下 因为我最近 起脂肪起的还挺厉害 尤其我脖子上嘛 就有时候它会突然爆一颗痘 虽然我不是很长就全脸爆痘 但我偶尔爆一颗痘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嘛 其实我这在微博里推荐过 就是亚诗兰黛的这个 Clear Difference 看到吗 然后它就是这样一个滚珠的设计 然后你就它用起来感觉 你要用它就要推一下 它就会出来一点液体 然后你在手上滚珠 就超级冰凉这样 然后用完了以后 你就感觉你这包这块 就是就被人挤过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天 它就会有消下去的感觉 尤其是你那个豆已经熟了的 你往上一抹 那个上上那层白粒 直接就过一会就掉下来 就我就觉得特别好用 我觉得因为它有那种 普通的那种精华 就是给比较容易起豆的 皮肤的日常护理用的 我觉得如果妹子你是豆皮的话 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这一款 因为它真的冰冰凉 效果非常见效 然后特别的舒服 尤其夏天时 冬天时可能稍微有点凉 但夏天时真的非常舒服 可以考虑入一个 或者就是说像我这样 偶尔会爆豆的 可以买一个这个小的 因为小的不是很贵嘛 就你偶尔救急的时候用 真的是非常的赞 就我买了一个摩洛哥的油 当时打折嘛 因为摩洛哥的油 其实很少打折 但我们这边那个 新开了一个北欧最大的 那个商场 就是北欧最大的商场 其实进去以后 就感觉跟中国普通的商场 没什么区别 但在这边就是最大 北欧四国最大的一个商场 然后当时他们刚开业的时候做活动 这个打扮折 然后我特别开心 立马就入手了 然后回来以后 喜欢头油 像这种一定要你越好的发油 你一定要越要等到你头发全干了以后再使 才会是最好的效果 如果你湿发使的话 是不见效果的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是干发的时候使用 但是我用这个摩洛哥油 我就觉得 怎么会那么油 你知道它的油的就已经油到什么地步了吗 就我这块抹完了以后 它会顺着我的头发爬到我的头皮 然后就 就让我的头发加速变油 我觉得有点吓人类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你 就是 漂过头发的妹子 你可以考虑注意 就头发真的受损非常严重的时候 你可以用它试一下 而且它的存在感真的好大 就你抹在手上 你推开以后 抹在头发上以后 手上都 你用清水洗都洗不掉 这个太黏了 我觉得 稍微有点太黏了 然后 营养太丰富了 而且我还买的是轻的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厉害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 如果你的头发是正常发质的话 就别买它了 还浪费钱 但如果你要是出去旅游的话 比如说 去海边啊 那种 你知道海水会很伤头发的 你用它当救济室 真的是 法宝 法宝 真的 之后呢 我就介绍一款身体乳 就是你们知道 我很喜欢 Other Story 这个店 微博上 我也已经推荐很多次 这家店了 这家店 就是说是 HM旗下的 一个 算是中端的牌子吧 就它比HM要贵 然后 它的设计感 要更 更北欧化 就很明显的 北欧设计感 它的价钱 又要比 Acne要低 跟Coast呢 跟Coast的比 因为Coast也是 HM旗下的嘛 但是它比Coast 要年轻化 这个店 就我很喜欢 这个店面的设计 非常非常非常的 简约式 就很北欧的风格 然后你看 它的包装 也是很北欧的风格 它里面也有卖化妆品 知道 知道 我 我看过我化妆视频的人 都知道 我非常喜欢 他们家的那个 腮红 因为我买化妆品 尤其是像这种 带颜色的东西 我很喜欢显色度高的 不论是眼影啊 还是 还是腮红 还是口红 我都非常喜欢显色的 所以说 他们家的那个 就是 腮红 我超级喜欢 然后现在 我新发现了 就是被我 被我朋友 安利的 这个叫 应该叫 Fake Fiction吧 它是一个 Body Lotion 他们家的这个 每一个味道啊 它都有一系列 就是从 从洗手液 到身体 香喷 还有到香水 还有到 那个 蜡烛 嗯 还有就是 这个身体乳 还有就是 护手霜 它每一个 味道 它都有一个 一个整个 一个系列 然后我最喜欢的味道 就是这个 Fake Fiction 应该是怎么读 还是Fake Fiction 嗯 就是 就是它 哇 这个味道 超赞 就你刚抹上的时候 你可能会 闻到一股 刺别的草味 但是 但是它使用以后 它流香时间 非常长 而且你第二天 闻的味道 知道是什么 就是那种 小baby 抹了椰奶的味道 就是特别的 让你觉得 啊 好好闻 一直不停的 想闻的那种味道 超赞 而且它 抹完了你身上以后 就你身体超滑 真的超滑 就不会像 其他的产品 那样 抹完了以后 身上是那种 油油色色的感觉 这不会 这超滑 而且吸收非常快 呃 我之前买了 那个body shop 的那个 呃 是什么味道 来着 mojito的那个味道的 就是mojito 那个酒的味道的 那个身体乳 我现在为什么没用呢 是因为冬天用它 有点冷 因为它里边有薄荷 用完油 实际上就特别的凉 所以我现在 每次洗完澡 都会用它 真的是 超好用 Other Soul 的东西 我真的超推荐 而且它稍微 比acne 要便宜 一些 然后也是瑞典的牌子 这样 哦 真的太好了 如果你们 知道什么 靠谱的代购的话 一定要去跟他们 代购它家的东西 嗯 但是他们家衣服 就是稍微 有些贵吧 平常买 就打折剂还好 打折剂的话 一般就 呃 打对折 或者打七折 呃 打三折这样 就是很多折扣 但平常的话 它一件衣服 可能大概要 一千块钱左右 嗯 但是 设计感特别好 也是走简约风的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它的质感极强 就他们家 如果是厚的衣服 都非常的沉 让你 让你这个衣服买的 觉得 就是值那一千多块钱的感觉 真的特别好 Other Soul的店 在英国 卖的特别翘 所以说 嗯 我真的是 极力推荐 我非常喜欢 他们家的东西 而且我非常喜欢 他们家的设计 就是这样 之后呢 我就来介绍一个 呃 护理的东西 就是这两个 就上次 我做视频嘛 有一支视频 是做那二次 最强清洁 呃 我那个时候 不特别憔悴嘛 呃 没有人 没有人管我 介绍的产品 每一个人 因为我当时 说我在泡脚 每一个人都说 问我这个 我泡脚家的精油 是什么 就是这个 谷云草的 我当时就是随便在 在那个 淘宝上搜的 就是它是销量 是第二的吧 还是第一的 反正是一个天猫的 一个牌子 中国产的 还有另外一个 是法国产的 好像就非常贵 那个就非常贵 这个是云南产的 就还好 然后是谷云草 嗯 我觉得他们家的精油 还挺好的 就尤其像江这种 你不是全身用 你只是脚用的话 非常好 用这个我泡脚 就全身冒汗 哇 超好用 超好用 就你冒汗冒到 就你觉得你整个身体的血 都活起来了 对于这种体寒的人来说 真的是救星 之后呢 就推荐一个这个 这个我之前也推荐过 我忘了是哪个视频 但那个是非常非常早期的视频 这叫俄罗纳英H软膏 然后这个软膏 是这样白色的一个膏体 就是它的膏是那种 很难拐出来的 也很难推开的 就非常厚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 有可以制粉刺 可以制疹子 然后可以制精度的火伤 还可以制皮肤破裂 就是皮肤均裂 然后还可以制冻疮 还可以制轻度刀伤 还可以制干性香港脚 还可以制险 这是我当然去香港的时候买的 这是我男朋友 因为我男朋友是广州人嘛 所以他从小到大 就他们家都会有 常年背着这个 在南方生活的人 很容易长冻疮嘛 这个就非常质 这真的超好用 你像我男朋友 他是干性皮肤 所以他一到冬天 手脚啊都会裂 他就会抹这个 就立马就是 就好 就特别好用 然后我是因为 我皮肤不是特别的好 就有时候我换季皮肤 就会起一些疹子这样 然后就会用它来 来抹 特别好用 我妈也在用它 因为我妈手特别容易裂 我妈也在用它 她也觉得特别好使 所以给你们强烈推荐 再推荐一次 俄罗纳英H软膏 如果去香港的朋友 可以买它 之后呢 我就推一下 我每个星期深层清洁的时候 我比较爱用的一些产品 其实你们如果去看我周深层清洁的话 这些产品我都讲过 但是我现在就说再重复一遍 就是让你们更好的聊 因为那个时候是讲一个操作系统 这次呢就是稍微讲一下它的好坏吧 就是我用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吧 一个是这个 这是我另外一个亲戚的闺蜜送我的生日礼物 就是Luna的这个 是叫Luna吧 我记得是Luna 他们家的这个洗脸器 洗脸衣 它跟另外那个Clarison 那个比起来好在哪 就是说它这个头是硅胶的 是比较抗菌的那种设计 所以你不用换头 而且就是说 它比较易携带 而且它充电 充电就是 基本上就你用一年的时间 就我看很多视频嘛 都说 看很多博主用它 都说它们使了一年 都不用充电 最后一年以后 都不知道它的充电器去哪了 就这么好使 而且完全是防水的 这样 它整个都是硅胶设计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大的那个呢 它的背后有导入的效果 就你可以导入精华呀 或怎么样 我朋友送完嘛 就超感谢 就是真的是我超想要要 超想很久了 但一直都没入手这样 然后它就是那个敏感的一个系列 因为它每个颜色都是有不同的效果 这个粉红色 霉红色呢 就专打的是敏感肌肤这样 然后可以看到它很小 然后它 你看它现在就打开了 它分一个两个 两个档 对 它一共有两个档 然后你可以前后都可以洗你的脸 我每次周清洁的时候会使它 它洗完以后就觉得我脸整个像脱了一层皮一样 超干净超白 但是如果是这种比较敏感的部位 它就会泛红 真的超好用 就是对于周清理来说 它不适宜每天使用 但是每个星期的周清理来用它非常好 然后我呢 都是跟它跟这个搭配 就是这个酵素洗盐的这个 这个我也是一周只用一次 只用一粒 所以用的比较慢 这个我一般都配合打泡网使用 就打泡网先沾湿 然后把粉蛋然后搓出搓出墨 再往脸上抹 要不然如果不这么用的话 它墨出的很少 而且它的墨不是说像那种洗面的按摩 是让你在脸上有那种吸附油脂的功能 它是很容易就在你全脸抹开 然后没有那种年代的感觉 没有那种吸附的感觉 但是你洗完脸以后又很清爽 就你摸起来你的皮肤是没有油的 就很干涩 所以我觉得它洗的还挺干净的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总有一种没有洗脸的感觉 虽然脸洗了很干净 但是它因为没有那个洗面奶 那种润滑的那种感觉 就你总觉得你没有洗脸 但其实它洗得很干净 然后之后呢 就会就是这个了 这个DMC的黑里透白动膜 是台湾产的吗 就具体你们要想干什么 就去我那个深层 周深层清洁 对周深层清洁那一集去看 然后它用的很快 它真的就是如果你是在脸上敷40分钟的话 你等到你拿开以后 真的就是你的那些 那些就是白头和黑头全部都立起来 全部都跑出来了 真的全部都跑出来了 非常神奇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不便利 就是用时间长了以后 我就觉得你必须要再买一个针来扒 然后或者说再买一个二次清洁来配合它使用 我就觉得它有点太麻烦了 所以我可能会再找一款能够吸附出来那些脏东西的动膜 来替代它 之后呢就是这个了 我已经推荐过好几次了 然后它是99%的活性水 就对于皮肤来说特别好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出来的那个墨呀 那个白的渣渣 力非常小 很磨皮肤 就非常非常磨皮肤 就你皮肤就会每次用完它都会有一种 就是被那个沙子磨过的感觉 我很不喜欢 我当时去香港的时候 我跟贵姐问嘛 我说你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去角质去黑头的产品 然后那些不管是沙沙 是沙沙吗 我忘了 就就就就反正那两个最大的那个药妆店嘛 然后我问他们都是给我推荐的 不论去哪都是给我推荐这个 这个怎么读 就什么 Space Reborn 就是这个店 不论去哪都给我推荐这个牌子 但是我查了以后 他们都说那些来香港玩的人 都是成统成统的把它买走 但是我在网上查我感觉没有人测评它也没有人说它好坏 然后也没有怎么样啊 但是他说这个是超级去黑头或怎么样 当时我买它就是因为它跟这款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你搓搓搓搓搓搓搓就能把把你皮肤里的那个角质啊搓成团 然后就就出来这样就特别神奇跟这款是一模一样的功效 但是当时没有它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骗人的我被骗了我被贵姐骗了我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 就虽然说它能搓出白的但是我真的是有点不敢使因为我完全没有见过它的测评 我当时查就完全没有见过它的测评也没有人说去香港要代购这个东西也没有人非常想要这个产品 我觉得它是骗人 但是自从有了它以后两个对比它出的那个颗粒就相对大而且对皮肤没有刺激 就它那个颗粒出来不是那种硬硬的像沙子一样的那种一粒一粒的 它出来是搓出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使用效果就算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产品 是不是真的是瑞士产的 它当然它这个使用感真的比这个强 但是这个好在是成分天然 这个的成分我真的没有查过 所以说就看看你们了 你们要是知道有这款的话一定要告诉我这款到底好不好用 之后呢就是这个成也成也一生的零毛孔系列 就这款你们要看我那再次清洁就能看到它真的超好用 它真的就是刷一下你的毛孔就变细了 然后你的毛孔就没了你知道吗 就感觉像就感觉像晕斗一样把你的毛孔就缩小了 超级神奇 但是它的使用感啊就像那个蘑菇水一样 它使用感也是对皮肤有些刺激 因为它太凉了凉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到底是灼伤感还是凉的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冰刺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不建议湿敷 虽然他们说湿敷的效果会更好啊 但是反正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湿敷 我有点受不了那个凉的感觉 可能夏天会好一点 但冬天绝对不要 太冷了 那之后呢 我就推荐一个比较私密的东西 这个是应该是瑞典的牌子吧 应该是瑞典的牌子 就是这个ACO这个牌子 然后呢 它是intimate care 是怎么读吧 intimate care 它就是私密护理 就我一直在使它 我在买货网也买了一个sexy look 他们家的私密护理的那个叶 然后呢 那个呢 挤出来呢 就它是那种泵的嘛 然后它是挤出来的 然后泡沫就很丰富 然后很香很香 就那有股那种脂粉的香味 然后用久了以后 我就真的是没有安全感 但这个不会 它这个就是像沐浴露一样 然后出来是那种透明的那种 沐浴露的那种形态 而且它无色无味 而且呢 就是它泡沫还挺丰富的 洗完以后 我就觉得用它洗 洗那个私密部位非常干净 所以我后来就更喜欢这款 我觉得这款会安全一点 而且这是 这是我们这边的药店在卖的 而且药店唯一的一款 私密护理液 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心 所以我一直在使它 就是很爱用 对 然后也是快快快空瓶了 我看一下 它差不多我已经用到这儿了吧 最后呢最后呢 就给你们推荐一个巧克力吧 这个巧克力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呢它的包装就是特别有特色 就是它是这么一个球的 这个是最贵的巧克力 应该说在网站 但是它有很多的折扣活动 比如说快过期啊 或怎么样呢 它这个巧克力呢 就是特别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巧克力的人 因为我觉得巧克力太甜了 太腻了 但是这个巧克力是个例外 因为它是外边是硬的巧克力 然后里边它是那种液体的 就是巧克力 加心巧克力 懂我意思吗 这里边还是液体的巧克力的那种感觉 就你在嘴里吃的感觉 特别的润 特别的滑 然后就是那种丝滑的享受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包装特别的喜气 而且比较易携带这样 所以说有时候会装在兜里一颗 然后在特别想吃甜的时候来一颗 但还是太甜了 所以我不会吃很多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 但是真的超好吃 因为它的那个口感 绝佳 那好了 那今天呢 所有的分享就结束了 我觉得自己洛里巴塑说了好多 感觉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声音都变形了 就希望大家见谅吧 也谢谢大家听我唠叨这么多 然后这些呢 就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也希望你们有问题的话 可以问我 对 还有就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可以跟我提 然后对这些产品 如果有更多的用法呢 也可以跟我分析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 不论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呢 我会标出我的Instagram和微博 然后在那个底下的 底下的Describe box里呢 我会写上我的Snapchat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哟 感恩感恩 然后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